第十九集 张仪听说后请求秦王同意 秦王问 楚国要杀死你才甘心呢 你为什么还要去 张仪说 秦国强 楚国弱 只要大王您在 估计楚国不敢把我怎么样 而且我和楚王的宠臣晋尚关系密切 晋尚又侍奉楚王的爱鸡郑秀 郑秀的话楚王没有不听的 于是欣然前往楚国 楚王把他下在狱中准备处死 晋尚对郑秀说 秦王十分宠爱张仪 想用上庸等六线级美女来赎回他 大王看重土地又尊重秦国 那样秦国的美女将被宠幸 您将会遭到冷落 于是郑秀日夜在楚王面前哭着哀求 当年的事不过是臣各自为主 现在要是杀了张仪 秦国必定震怒 我请求让我们母子二人先迁居江南 不要成为秦国刀下的鱼肉 楚王于是赦免了张仪 还以厚礼相待 张仪劝说楚王道 倡导各国联合抗秦 那简直是担着羊群去进攻猛虎 明显无法相斗 现在大王您不肯听命秦国 秦国如果逼迫韩国 驱使魏国来联合公楚 那楚国可就危险了 秦国西部有巴蜀两地 背传脊梁 沿民江而下 一天可行五百里 不到十天就兵临关 关景洞则由此以东的各城 都要修制守备 钱中乌郡便不再是大王您的了 秦国如果大举加兵攻出五官 那么楚国的北部就成为绝地 秦兵再难攻楚国 楚国的存亡只在三个月以内 而楚国等待各国来救援 要在半年以上 坐等那些弱国来救 而忘记了强秦的威胁 我可要为大王您现在的做法担心呢 大王如果能诚心诚意地听我的意见 我可以让楚国秦国永久结为兄弟之邦 不再互相攻杀 楚王虽然已经得到了张仪 却又舍不得拿钱中之地来交换 于是同意了张仪的建议 让他离开 张仪便前往韩国劝说韩王 韩国地方险恶多山 缩缠无骨 不是豆子 而是杂麦 国家口粮积存不够两年 现在军中的士兵不过二十万 秦国却有甲兵一百余万 小山以东的人要披上盔甲才可以参战 而秦国人呢 各个赤膊便能上阵迎敌 左手提着人头 右手夹着俘虏 秦国用梦奔 污惑那些勇士们来进攻不肯臣服的弱国 正像是在鸟蛋上压下千军众时 无一可幸免 大王您不肯迎合秦国 若秦国发下假兵 战据夷阳恶手成高 大王您的国家就会被分裂 红台的宫殿 桑林的圆圆 就不再是您能享有的了 为大王着想 您不如接好秦国进攻楚国 既转嫁了货灾 又取得秦国欢心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 韩王听从了张仪的意见 张仪回到秦国报告 秦王封赏给他六个成义和五姓军的爵位 又派他向东游说齐王说 主张联合抗秦的人必对您说 齐国有三进座屏障 地广人多 兵强势勇 即使有一百个秦国 也拿齐国无可奈何 大王您也总是称赞这种说法 而不考虑实际情况 现在秦楚两国互通婚姻 皆为兄弟之国 韩国献给秦国遗养 为国交出河外之地 赵王也去朝见秦王 割让河剑讨好秦国 大王若是不迎合秦国 秦国将驱使韩国卫国之兵 进攻齐国南部 再逼迫赵兵清朝而出 渡过清河直指搏关 那时 林子姬末等齐国心腹地带 可就不属于您所有了 等到国家遭受攻击的那一天 您再想讨好秦国也来不及了 秦王同样的采纳了张仪的建议 张仪离开秦国 又向西游说赵王道 大王带头联合各国抵抗秦国 使秦兵十五年不敢出韩国关 侵犯各国 大王的威望在小山以东传扬 我们秦国十分恐惧 善甲立兵积蓄粮草 时刻担忧您的威慑 不敢放松警惕 唯恐大王您兴兵前来问罪 现在我们秦国托服您大王的神力 一举攻下巴蜀 吞并汉中 包围两州 兵抵白马进 我们秦国虽然地处偏远 然而对赵国心寒愤怒 已不是一天了 如今秦国有一只不成样子的败驾残兵 住在免池 愿意渡过黄河 越过张水 近距藩武 前来邯郸城下相会 希望用古时甲子会战形式重演武王伐咒的故事 为此特派使臣我来通知您的左右 现在楚国与秦国皆为兄弟之邦 韩国卫国俯首称臣 齐国献出盛产余颜的海滨之地 这就像砍了赵国的右臂 被砍断了右臂 而与别人争斗 失去同党 而又孤立无援 想要不灭亡 能办得到吗 如果秦国派出三支大军 一支军队恶守五道 通知齐国渡过清河 在邯郸之东驻军 另一支军队驻扎城高 驱使韩卫军队进军河外 第三支军队驻扎免池 约定四国联合攻赵 征服后必定四分其地 我为大王着想 不如与秦王当面亲口接下盟约 使两国成为长久的兄弟之国 赵王也接受了张仪的劝说 最后张仪北上到达燕国 对燕王说 如今赵王已经去朝见秦王 并献出合剑以迎合秦国 大王您不赶快接好秦国 秦国就会派假兵到云中九园 驱使赵国进攻燕国 那一水长城可就不是大王您的了 况且现在秦国赵国就像秦国的郡县一样 不敢忘记刀兵向功法 大王您服从秦国 就可以常年免除齐国赵国的威胁了 燕王于是请张仪 献上横山脚下的五个城 以向秦国求和